中文字幕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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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腊在我们广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粤菜 它就包括烧跟腊 《非诚勿扰》 在我们广东的话最主要是吃烧鹅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够了够了 我们这个档口很小 大概只有6个平方 但是一天可以卖300斤的烧鹅 《非诚勿扰》 好 多谢 年载 大吃的菜 加水的味 我是鲫鱼肉 顺德烟鸣对烧鹅是比较有感情的 烧鹅是起源于古井烧鹅 就700多年前了 我们祖传烧鹅是起源于1893年 自从我祖父开始 经历了四大的传承 它是从古井烧鹅跟当地的那个 顺德翠皮烧鹅结合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了古法瓦钢烧鹅 制作古法瓦钢烧鹅 我们一般选用是生长期为90天左右的青远黑中鹅 这种鹅的生长期短 体型适中 幼稚肥鱼鲜美 是制作烧鹅的绝佳原料 制作烧鹅一般是先把香料用料理去打碎 然后跟鹅组合成烧鹅块鹅 我们要先把狂豆酱剁碎 一份的狂豆酱 然后一份的海鲜酱 三份的蚝油 混合在一起 组成烧鹅酱 把鹅翅膀、鹅脚掌斩掉 先给鹅做运动 关节部位按一按 让鹅的瘦位更加均匀 先上烧鹅块鹽 一个手心 放进鹅肚最深的部位 放糖可以增加那个甜味 烧鹅酱大概是放两勺子 放完酱以后 我们要用手在鹅肚里面反复擦匀 让每个部位都均匀受味 酱油可以增加咸香味 白酒可以除散增鲜 风筝的时候要注意间隔要均匀 防止鹅漏气和调料溢出 风筝完后就捆上水炒 让鹅的原汁彻底封锁在鹅腹当中 把鹅放到冷水里面浸泡五分钟 可以使鹅的表皮收紧定型 然后胸部朝下 腌制一个小时 打气的时候要注意用手按住缝口 直到整个鹅表现出光滑饱满为止 烫皮的时候要注意均匀翻转 让鹅的表皮受热均匀 直到鹅皮表现出微白的颜色 鹅皮就定型了 把鹅皮迅速降温 大概是三四秒钟左右 让鹅身上多余的水分滴干 脆皮糖浆是由麦芽糖 白醋 红醋 白酒 跟柠檬片组成 先均匀的搅拌 把脆皮糖浆的成分充分融合 脆皮糖浆可以帮助鹅上色 并且发脆 每个部位都要淋到 封口处跟鹅腿部分是比较难上色的 要反复淋两次 把鹅挂在通风处 大概是四个小时 我们一直坚持 燃木炭用瓦缸 一开始的时候烹饪食物 都是用火开始 因为瓦缸它保温性能强 热辐射快 可以增加烤制食物的香气 也可以让鹅的受热更的均匀 烤制的时候要随时观察 我们一般是控制碳量的多少 瓦钢炉类的氧气 来控制温度 烤制时间需要大概50-60分钟 刚开始烧的时候一般是220度恒温 在温度的作用下 鹅肉内部的香料跟腌料 可以更充分的跟鹅融合在一起 烤好以后的鹅它外表看起来是金黄 带点枣红色 闻起来是有一股香料的香气 还有鹅肉的清香 古法瓦钢烧是皮酥 骨脆 肉嫩 汁多 吃的时候蘸上鹅的原汁 是古法瓦钢烧鹅最好的吃法 是古法瓦钢烧鹅最好的吃法 金黄